2008年2月20日 夏威夷的一个晴朗下午 北半球冬日的暖阳 正在缓缓地向西方的海平面靠近 一艘灰蓝色的军舰正在缓缓水过 舰岛上两个巨大的白色六边形 愤快醒目 舰桥里从水手到舰长 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总部的指示 夏威夷时间下午5点26分 一道明亮的火光从这艘伊犁湖号上升起 拖着长长的黄色尾燕侧向天空 几分钟后 在距离地面200多公里的近地轨道上 一枚经过大量改装的标准三导弹 精准命中了USA193号侦察卫星的燃料箱 摇杆画面传来 这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舰桥上 爆发出一阵欢呼和掌声 双动行动圆满成功 这次行动 美军试图用一枚经过大量改装的标准三导弹 击回近地轨道上的一颗报废卫星 从而预防了卫星上有毒的燃料箱坠入地球 看到这里 也许我们会好奇 为什么要用一艘在海上摇摇晃晃的巡洋舰 执行如此高精尖的任务呢 这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又有什么非凡之处 能担此大任 巡洋舰这个词已经出现了数百年之久 不过虽然巡洋舰的形态随着时间和技术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 但他们在舰队中的地位一直是相似的 尽管巡洋舰并不是战略舰那样的舰队女王 作为一种中型舰艇 他们的速度更快更灵活 执行护航和袭击任务的成本也更低 随着战略舰逐渐过时 巡洋舰成为了航母以外 海军最重要的水面舰艇 从明媚的地中海到冰冷的大西洋 再到无垠的太平洋大海员 几乎在每一个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战场上 都能看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编队 执行各种重要的任务 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 将排水量不超过1万吨 火炮口径不超过8英寸的军舰定义为巡洋舰 到了50年代末 火炮逐渐开始过时了 导弹开始展露头角 开始登上世界各国的战舰 早期的导弹体积相对较大 又需要雷达这种耗能大户 为导弹提供制导 体积更大 动力强劲的巡洋舰 自然成了搭载导弹的不二之选 许多二战末期制造的重巡上 都开始去掉一部分主炮和鱼类发射管 形成了形式各异的导弹发射架 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美国的重巡上安装导弹的侧重点 和苏联红海军的导弹巡洋舰上的 是完全不同的 早在50年代 导弹忠实爱好者赫鲁晓夫 就将反舰导弹搬上了巡洋舰 这是因为苏联人 几乎没有靠谱的舰队航母 对舰打击工作 完全由反舰导弹负责 而美国海军的对舰攻击 则是由航母上的舰载机和攻击潜艇执行 直到80年代 才出现了战斧和鱼叉之类的反舰导弹 在美国当时的这种舰队体系下 驱逐舰承担了大部分的反舰和护航任务 巡洋舰们则要成为舰队之盾 用各式各样的导弹 消灭一切来犯的空中单位 完成防空任务 1956年 美国将IM-2小猎犬防空导弹 部署在了波士顿号和堪培拉号上 让这两艘战功赫赫的二战老船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级导弹巡洋舰 而到了60年代 美国海军发现 苏联人的导弹实在是太强大了 一旦在大洋上被苏联舰队偷袭 美国舰队将会损失惨重 无论是低空袭来的反舰导弹 还是从高空飞来的弹道导弹 当时的任何海军舰艇 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能将其拦下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毕竟比起建造几枚导弹 海军的船可要贵得多 一旦苏联出动大批战队轰炸机 挂载海量的反舰导弹 从远处发动突袭 美国人重金打造的无敌舰队 瞬间就会陷入一片火海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美国海军只能被动挨打呢 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出在雷达上 当时的美国海军并不是没有雷达 也不是雷达不够先进 实际上自从英国人的雷达 在不列颠空战中大显神威以来 美国人就一直把雷达 当作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 将其广泛地运用在预警 侦察 摇杆 通信等方面 二战结束后 美国的工业实力和科技一记绝尘 飞速发展 雷达技术也不例外 美国人在无线电通信等方面的技术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 现在美国人要面对的是 铺天盖地 一因素袭来的苏联导弹 现有的雷达和防空导弹 就显得有些落伍了 20世纪50年代末 美国海军的3T层次 防空体系形成 3T代表着 三种射程不同的防空导弹 分别是用于远程防御的 IM-8塔洛斯导弹 中程防空的IM-2小猎犬 以及近程防御的IM-24达达人 这三种防空导弹射程不同 形态各异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 那就是他们在后期 都选择了半主动雷达制导 当时选择半主动雷达制导 其实是无奈之举 因为电子技术不够先进 导弹小小的鼻锥中 容纳不下精度足够的天线 完成主动制导的工作 而半主动雷达制导 则将几乎所有的探测和跟踪工作 都交由外部的雷达系统完成 导弹本身并不需要具备 特别复杂的电子部件 半主动雷达制导的工作原理 其实更像是用手电筒照亮低机 只不过手电筒用的是光束 而雷达用的是波束 舰船或者地面上的大功率雷达 会用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 持续照射来袭的低机或导弹 在防空导弹的眼底 目标看上去就像是被点掉了一样 这是半主动雷达制导中 主动的那一半 而另一半 则要靠防空导弹笔锥上的 接受天线来完成 导弹需要做的是根据 目标反射回来的雷达波 确定目标位置 不断调整导弹与目标的夹角 最后撞上目标完成防空任务 这种制导方式 除了能让导弹的结构更加简单外 不受距离限制也是一大优点 导弹离目标越近 精准度就越高 而且仅需要一台雷达 就可以同时完成追踪和锁定的过程 想必大家也能看出来 半主动雷达的制导方式 存在着一个最知名的弱点 那就是高度依赖地面的雷达 在防空拦截的过程中 雷达波必须持续照射目标 这样导弹才能根据反射波 及时调整导弹弹道 而同一时刻 一台雷达只能照射一个目标 一般来说 巡洋舰上会配备 二到四个这样的雷达 但苏联人可不会乖乖的 只发射四枚导弹 一旦超过了这个数目 导弹从四面八方同时飞来 巡洋舰上的雷达 根本来不及做定目标 更不要说为导弹提供制导信息了 因此 如何同时搜索和跟踪多个目标 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被否决的提案 是在船上多装几个雷达 毕竟你根本不知道 到底会有多少导弹 向你飞过来 装再多的雷达 只要苏联人的导弹多一颗 这艘船就算完蛋了 第二个方案 则是采用分时设计 熟悉操作系统的观众 对这个概念肯定不会陌生 分时操作系统 在6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上 十分常见 操作系统会快速的 在多个用户之间切换 虽然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用户独占计算机资源 但从总体上来看 就像是多个用户 同时使用一台计算机一样 因此 虽然制导雷达 同时只能跟踪一个目标 但是它可以在几个目标之间 快速切换 只要切换的速度足够快 看上去就像是雷达 在同时跟踪 锁定多个目标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 要如何切换目标呢 靠机械结构肯定是不行的 要完成分时 所需毫秒级快速切换 雷达下面的传动机构 就算是转出火星子来 也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而且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隐藏在各位观众 现在正在使用的WiFi里 1959年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开发了一种实验性雷达 它们称之为 电子控制阵列雷达 这是一个大型 二维相控阵雷达 波数控制 由计算机控制 而不需要天线的机械运动 大型相控阵的第一个成果 是ANFPS85搜索雷达 时至今日 它仍然是世界上 输出功率最大的雷达 高达32兆瓦 这台雷达有多强力呢 它的探测范围达到4万公里 可以搜索并锁定 同步轨道上篮球大小的物体 它有三台计算机控制 运行完全自动化 以50毫秒为一个周期 发送8个主动脉冲 也就是说 在一秒内 它可以锁定160个目标 而它的缩小版 也正是提康德洛加级 宙斯顿系统的核心 ANSPY1雷达 在最开始 提康德洛加级 是作为导弹驱逐舰定购的 它们的舰体形状和推进装置 直接来自于斯普鲁恩斯 级驱逐舰 在时任海军作战部长 朱姆沃尔特上将 高低搭配计划下 作为导弹驱逐舰的 提康德洛加级 本应该是 新宙斯顿作战系统的 低成本平台 在它们之上是核动力攻击巡洋舰 这些拥有原子质力的超级巡洋舰 将成为分舰队旗舰 然而 虽然美国海军经过20年的时间 确实可以大规模生产核动力巡洋舰 但问题是 这些巡洋舰太贵了 建造成本高 维护成本也不便宜 同期使用燃气轮机动力的 斯普鲁恩斯级 就勤俭持家的多 得到了海军和国防部的青睐 因此美国海军改选一辙 重新回到了常规动力上 随着核动力攻击巡洋舰计划的波产 提康德罗加级被迫挑剔大梁 承担分舰队旗舰的任务 提康德罗加号 最终被重新命名为 导弹巡洋舰CG-47 此时的提康德罗加级 成为了舰队中的高端舰 而后来入列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则成为了舰队中的低端舰 前面说到提康德罗加级 是新宙斯顿作战系统的低成本平台 而这也是它们最大的特色 这张图概括了整个宙斯顿系统 你可以看到 占据最中心位置的 就是ANSPY-1相控阵雷达 1983年 ANSPY-1A和提康德罗加级 首件提康德罗加号 一起进入线意 它的相控阵雷达天线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剑桥上的白色布丁 相控阵又叫电子扫描阵列 是用一组天线组成阵列 利用计算机 在不移动天线的情况下 控制电磁波传递方向的技术 听上去这项技术 似乎遥不可及 但其实你每天都在用它 2008年的WiFi4标准中 引入了MIMO 多输入多输出系统 2014年的WiFi5标准中 更是加入了波束成型技术 至此 你的无线路由器上 正是拥有了这款 美军同款的 60年代的最尖端金融科技 传统的无线电信号 就像是单个的手电筒 是由一个天线发出的 而相控阵雷达 则是多个天线一起工作 利用波束成型技术 快速准确改变 电磁波的方向 部署在提康德罗加级上的 ANSP-101雷达 有四个天线阵列 由于天线方向图 是电子控制的 相控阵系统 可以足够快地 引导雷达波束 以同时对许多目标 保持火控跟踪 同时控制 多枚飞行中的导弹 并提供360度 无死角的对空对海警戒 可以同时执行搜索 跟踪和导弹制导功能 每个天线阵列 同时锁定目标达到200个 我们再回到 提康德罗加级的 宙斯段系统 SPY1雷达和SLQ32V3 电子战系统得到的信息 会进入控制和决策系统 和火控系统 由CIC的指挥官 决定下一步动作 我们先来看 控制与决策系统 CIC的军官 可以利用卫星通信 或定格16数据链 联系其他单位 或是通知机库 要求舰载直升机起飞 在探测到水下目标时 还可以接通反潜战系统 通过马克116水下火控系统 发射鱼类诱饵 或是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而火控系统那边 则是控制着 全舰的攻击和防御武器 例如在受到攻击时 舰长可以启动 SLQ32V3的电子对抗系统 马克36SRBOC 红外干扰系统 马克15禁防武器系统 至于攻击武器方面 则可以通过对应的 火控系统 发射马克45主炮 鱼查反舰导弹 甚至是标准2 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等 如此全面的功能 如果没有强大的 ANSPY1相控制雷达的帮助 是不可能实现的 实际上 由于宙斯顿系统 和ANSPY1雷达如此强大 美国国防部 基于这些安装了 宙斯顿系统的军舰 提出了宙斯顿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这个项目的目标 是在导弹载入 大气层之前的中段 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 在进行中段反导作战时 使用的是 特制的标准3拦截弹 这种导弹 从马克4E垂直发射系统发射 ANSPY1为其提供 事实的目标更新和指导 用动能碰撞的方式 在大气层外 摧毁来袭的弹道导弹 这也是视频开头 伊利湖号上发射的那种导弹 进入21世纪 美国海军准备用 CGX导弹巡舰计划 代替提抗德罗加级 CGX计划 各位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大家肯定知道 大名鼎鼎的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CGX和运用了 朱姆沃尔特级的 DDX是同时提出的 不过由于国防部 冷中羞色 21世纪水面舰艇的预算 不断缩减 再加上朱姆沃尔特级 这位前军大小姐 实在是太贵了 直接导致CGX项目 被整个取消 考虑到提抗德罗加 原本就是驱逐舰的弟子 赶牙子上架 DX取代 也是一种奇怪的轮回 考虑到现役的提抗德罗加级 最年轻的也要30出头 美国海军要在2022才年 退役7艘巡洋舰 但最终国会通过的时候 只允许退役5艘 时至今日 使用马克-26双臂导弹发射器的 提抗德罗加级已经全部退役 而大部分使用马克-41 垂直发射系统的 还保持着活跃 2024年 美国海军将退役4艘 提抗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随着驱逐舰越造越大 巡洋舰这一古老的舰种 会逐渐消亡 还是重返青春 我们将拭目以待 待 cages 当然 温柔 transfers 接着 监制 资料 墙 疯 所 例